大家好 我们是Sama和Selena 我们又出来觅食了 今天我们就在我们住的民宿附近 有一家小店 就这样 非常的小 我们来点一些他们的东西吃 就在我们民宿的旁边 它这里有一个小店 我每次经过很多人在点 它有卖热狗 这个很好吃 然后因为我们吃过这个炸鸡肉 这个炸鸡肉呢 它一个才五块钱泰币 我们前两天有经过的时候 有买这个吃吃看 觉得还不错 所以今天我们中午出来 就吃一个打抛猪 然后算吃个早餐吧 早午餐 吃一个13元美金 13元美金 这么大一块 对啊 很好吃 然后它这个是打抛猪 这个可能是 菇类的东西 就是那个 它就是杏鲍菇 然后 我刚刚点了一个打抛猪 然后煎两个蛋 然后它有一些炸物 然后它有一些炸物 我下次可以吃吃看它的豆腐怎么样 然后它有炸春卷 好啊 我们来吃吃看 它在那边煎蛋 它第一个蛋 你会吃系 Ivana 所以我们牛肉 可以吃从 对 我拿到了 哇 它以为我们要两份 review 我刚才说 饭只有一份,但是要两颗荷包蛋 他现在听懂了 你吃饭吗? 对 我吃饭了 嗯 打包猪盖饭 你吃饭吗? 对 你吃饭吗? 饭了 我吃饭了 现在你吃饭 是饭 是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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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街边的桌上 就开始吃起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餐 来吃吃看 有时候不起眼的小店 有时候会有一些惊喜 好吃 好吃 你看随便一个小店都很道地 每次经过都很多人在排队 它很香 很香 你看光这样饭 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样子 它还有豆子 有有豆子 有的没有豆子 它辣吗 小辣 陪你暖 陪你暖 就是一点点小辣 哇这个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很不错 好吃 好吃 其实我们就是生活非常简单 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就吃吃看 然后品尝他们的在地美食 当地人吃什么 我们就跟着吃什么 所以我们反而喜欢去找那种 巷弄内的那种小店去吃 可以吃到还不错的小店 所以他们的餐有些都还挺不错的 有当地人排队的吃就对了 对 真的是没错 因为当地人他们有当地人在买 表示它是好吃才会有人排队 一块炸鸡 炸鸡 很大一块 很好吃啊 对我们前两天有买 吃过 它的粉没有很厚 对不对 五块泰币 五块泰币 十一仙你刚刚有算 十三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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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真材实料啊 它就是鸡胸肉 刚炸的还热的 你这边咬一口 然后给他们看那个切面 你看啊 真材实料的 这在KFC要买多少钱 KFC是卖一整块的啦 它有有 它一条一条的有了 KFC大概 大概两三条也要卖个三四块吧 对啊 对啊 这里十一仙 喜欢吃炸鸡的 这个还不错 你看 刚炸出来 它的东西 你看那个肉 它粉 其实很薄很薄的粉 对啊 都是肉 对 都是肉 你不要看它这样炸的好像干干的 它里面很juicy 它非常的好吃 真的 不输那什么肯德基 不输那个麦当劳 麦当劳也有炸鸡块 它真的很好吃 很juicy 它那个面衣呢 没有很厚 你看起来好像很厚 但是它只有薄薄的 这里都是肉 面衣只有一点点 像弄小吃就是好吃 这个是汤的板条 应该也是算米线吧 来试试看 它上面有很多这个香料 很像是油葱酥 然后也有香菜 葱 然后它有肉片 它有很多肉片 还有猪肝 还有鱼丸 还有青菜 哎 蛮丰富的 然后 这个板条 哇 不错不错不错 这碗 我有喜欢哦 它这一碗那个 noodle 30块 泰币 不到一块 不到一块钱美金 哇 我先来喝一口汤 嗯 不错 它酸酸的 不辣 一点点甜而已 这个一定要加辣椒 辣椒粉在哪里 这种东西要加辣椒才会好吃 它是用倒的 妈 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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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辣椒比较好吃 哦 哦 又来了一个 这个呢就是 应该说小卷炒饭 你看它这个 小卷也是很大一块哦 这样子 小卷 它上面写小卷炒饭的 但是没有啦 不是炒饭 它就小卷炒一炒 然后淋上去而已 盖饭啦 然后这一盘呢 也是30块 一块钱美金不到 你就把它当 大概80圣吧 80圣美金 来吃吃看 它很好吃 它很好吃 它尤其很新鲜 有点辣 它放了一些辣椒 有点辣 它知道我能吃辣 我们来吃过几次 然后它有 这个豆角 洋葱 最主要是这个很弹口啊 才30块钱 一块钱美金不到 太划算了 很好吃 这个店 不知道名字啊 反正如果有机会来的话 可以来吃吃看 很好吃 拜拜 四肢 稳 来 大家 多谢 20 Esta ce